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9年进行的国际聘连世界巡回赛混双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两位来自我国的刘斯文和许星达达 本次和他们同场积极的就是来自日本的水谷省和伊藤美城达达 比赛开始后刘斯文和许星很快就以3米1的不错开局 结果被日本组合联邦的几球双方很快占平 今天下来双方多次占平比方 第一局日本组合以11比9先拿下首局 第二局日本组合进入加进以5比1打了刘斯文和许星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局日本组合以11比6再下一层 这也让刘斯文和许星处在非常不利的局面 如果要战成日本组合就要联邦三局 这对于常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刘斯文和许星却让人蒙眼前一亮 第三局刘斯文和许星以一个8比6的开局打了日本组合鸦雀无声 刘斯文和许星很快以11比3帮回一层 双方组比方战成1比2 比赛进入精彩的第四局当双方小比昏战成2比3的时候 双方上演了相互扣杀 不过日本组合最终败下阵来 这也让伊藤美成有点绝望直接蹲在了地上 刘斯文和许星以11比8有惊无险拿下了第四局 双方组比昏战成2比2 比赛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就是当双方小比昏战成2比2的时候 而双方在这上演了精彩的相互扣杀 而许星凤林将球救回后让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 这球让日本组合有点绝望了 接下来刘斯文和许星越战越勇 这一段胜利的天平已经渐渐倾向于我们中国队 刘斯文和许星以11比9拿下了决胜局 最终刘斯文和许星以总比方3比2逆转战胜了绿色 虽然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认为 现在混算已经成为中国队的弱势项目 不过刘斯文和许星这队组合还是比较让中国球迷们放心的 从去年开始配队 到今年全年刘斯文和许星只输掉了一场比赛 也希望刘斯文和许星这队组合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妮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